加了兩天之後 兩天 禮拜 今天禮拜三 禮拜四 剛好沒有 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沒有避開 剛好就直接把那個22號 直接抓過來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是用workday來做 可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裡面是空的 空的你會發現 空的 他會抓不到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要防止這個錯誤發生的話 那通常會如果他是空的 那他也是空的 就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多一個邏輯判斷的做法就是 把公式減下來 然後呢 多做一個邏輯 邏輯前面講過 邏輯函數 一負 一負什麼呢 一負 這個如果裡面是空的 這個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是剛剛的東西 OK 那特別注意 如果他是空的 這個敘述方法 我是覺得最簡單 另外你也可以用一個函數叫 isblank is 外面包 isblank 可以包在哪裡 包在這邊 加一個is 然後呢blank 前刮鬍 後刮鬍 OK 這樣也可以啦 isblank 不過 相較起來 哪個簡單呢 剛剛那個簡單 所以 如果要是我 我當然就盡量 還是 用 等於空的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我發現isblank 他很奇怪 明明裡面是空的 他還判斷有資料 什麼奇怪會發生呢 就是說 當你可能重複填了一些資料 他可能清不掉 他會認為 你看到是空的 但是他會認為裡面不是空的 遇過好幾次 所以反而會出錯 但是呢 這個方法是 如果裡面是空字串 就是沒有寫字的話 他就會 就比較出錯率還比較低 所以還比較建議用這個方法 isblank還出過錯誤 不知道為什麼 除非你把它全部清除 不然的話 他還是不保險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方法會比較OK 那如果說他是空的 那就給空的 這樣子就不會造成錯誤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他裡面空的 他也是空的 這樣就不會有影響 如果說他裡面有 他就有 如果把它delete掉 這個時候他裡面也不會影響 OK 所以其實以後 如果你要避免說 有一些錯誤發生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一招 還蠻管用的 只要怎麼樣 邏輯判斷 等於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就是剛剛的公式貼上而已 就這樣而已 再來的話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客戶跟編號呢 能夠有個下拉清單 然後呢 當我選了其中一個項目 他會自動帶出其他的 那這個做法 一 一樣嘛 我們是 到客戶這邊 有一個客戶 有沒有 然後呢 把這些呢 基本上會不會用 這些基本上 都會用到 也許你可以把 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然後把這些呢 通通都建立好 他的對應的 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到前面的銷貨單 一樣嘛 做那個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資料驗證裡面的話呢 就是清單 來源就是等於客戶編號 這個時候當然他就有編號出現了 OK應該沒問題啦 這前面做過 接下來的話呢 那我一樣 怎麼樣 把客戶裡面的 這個整個喔 記得喔 不包括藍匯名稱 把客戶這個地方 的這個範圍 建一個 table 給什麼用呢 給V2函數用 因為我查一定是查編號 那我要帶的話就帶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OK 所以呢基本上 一樣 假設我要帶 其他資料過來的話 那我一樣怎麼樣 插入一個函數 這邊的話呢 一樣先做什麼 最近使用過的 V2函數 查這個 去哪邊查呢 這個 客戶裡面查 那查出來 幫我帶第二欄 比對方式是完全比對 這應該沒問題啦 按確定 他就自動帶出來 所以帶哪一個 帶哪一個 但是會有個問題 如果他是空的 那 這邊也要跟著空 所以做法跟剛剛一樣 怎麼樣 撿下來 不包含等號 插入一個 一幅的邏輯 如果這個 等於空的 那 我也是空的 反之 就再查出來 OK 按確定 那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 貼過來改3 貼過來改4 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應該比較簡單 下拉清單 自動帶過來 OK 那商品編號因為會有一個範圍 所以把 商品編號部分 整個選起來 那做下拉清單的話 你需要有一個商品 商品編號 一樣怎麼樣 公式 從選取範圍建立頂端列 那會有一個名稱出現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我可以針對這個範圍做什麼 做那個 我們的 這邊清單 來源就商品編號 商品編號做完之後的話 那這個範圍 特別注意 它整個就可以變成下拉的 也就是你下拉清單 可以不只是一個 你可以是整個 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一樣的方式 這個地方下拉 它選了其中一個 那 這個 跟這個是由商品裡面 查詢出來的 所以一樣 這個我想 就跟剛剛一樣 我就大概 不贅述啦 就是 用V-R-欄數去查 根據它 那如果空的 它就是空的 那只是第二欄 跟第三欄的關係 那只是說呢 這個地方 序號 序號特別需要 序號怎麼產生的 其實我是利用什麼 這個旁邊這個其實可以利用什麼 用Raw Raw函數還記得吧 那Raw函數呢 如果參照到現在 它是7 7減掉多少 6 那如果要格式化成兩碼 用什麼 Test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給它 豆點 它有個format test 兩碼 補什麼 00就好了 這個前面講過嘛 如果你要3碼就00 好像手機函數裡面 4碼就4個0 然後意思類推 所以這邊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Test 跟剛剛講的 Test 把Raw 減掉6 因為現在的位置在7 兩碼就00 一樣啊 如果裡面 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它也是空的 那如果它有資料才顯示出來 所以這邊如果把它清空的話 那都清空 齁 就知道了